华语乐坛天后级人物王菲 今天与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李亚鹏 结束八年婚姻 一位接近王菲的人告诉记者 其实两人婚姻一年前就出现问题 王菲专心修佛 看淡离婚一事 王菲是娱乐圈有名的佛教徒 他曾专门出过佛教专辑 就在离婚前几天 他还在自己的微博上 晒去西藏的照片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其实王菲与李亚鹏本来就是两路人 完全不搭 两人感情在一年之前就出现裂痕 王菲将自己的家的地下一层改成佛堂 在里面专心修佛 这位知情人士还透露 虽然与李亚鹏的婚姻早明存失望 但他似乎看得很开 一年来虽然甚少出席商业活动 但有关燕燃天使基金会的活动 还是会积极参加与支持 不过在今年香港举行的燕燃天使基金晚宴上 王菲与李亚鹏两人的摩擦被广泛报道 当时李亚鹏去拉王菲到媒体前拍照 被天后当场黑脸甩手 引发哗然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的离婚消息是王菲首先在微博公布 他写道 这一世 夫妻远近至此 我还好 你也保重 随即李亚鹏也做出回应 他称自己要的是一个家庭 而王菲注定是一个纯奇 怀念十年中所有的美好时光 爱你如初 我还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